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来介绍三种不同奶油的画法 这个是没有画上去的 还有一个奶油最后的一个步骤 没有完成的 跟你们一起来完成 OK本视频呢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是现稿讲解 一个是涂色讲解 一个是和食物进行一个结合 对三个部分 然后讲三种不一样的奶油应该怎么画 OK好 然后现在就看下去 因为我针对的是超级无敌新手 所以你不要怕你学不会 我会从每一点每一滴的细节开始讲起 教你们怎么样才能把握好这个奶油 OK好 然后就看下去吧 视角调高 首先第一步很多同学就做错了 第一步你们用什么颜料 你们画这个奶油的时候用什么颜料用什么笔 是不是很多同学还会在选择用这种 哎呀很大一支的这种笔 No你第一步就做错了 除非你这个奶油非常的大 如果你想要画这种小小的奶油 你应该用什么样的笔 你应该用一个笔头像这么小的 大概一个指甲多一点点的这个大小的笔 就足够了 对 它就是这么小 然后对于颜料的选择 你们第一步有很多同学做错了 用那种非常浓郁 非常艳 非常之浓艳的颜料 好吗 你们用这种颜料会发现很惊喜 淡淡的 如果说你没有这种淡淡的颜色 OK好 你准备一个常规的盘 这就是这种常规颜色 红色黄绿青蛙子 很常规的盘 你一定一定要多加很多水 去进行这个颜色调和 就是调的很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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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准备一个白色 反正正就是最好要准备一个 比较偏浅色系的盘 OK好吗 然后工具介绍就到这里 准备开始 咱们从第一种开始画 我这里有一个参考图 是小红薯上面找的 OK从第一种开始 最经典最经典的 顶部一点点的那种奶油 应该怎么画呢 首先我先给你们打一个线稿 如果不熟悉的可以用铅笔 如果熟悉钢笔的话 你们可以用钢笔 首先拉的再近一点 让你们看清楚啊 这个线稿我不拍照的 我只是一次 首先呢 它这个线稿 像一个梯形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拿铅笔 拿大概位置 给它搞一个这样子的梯形 这个梯形呢 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这个奶油的形状 是像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向去的 它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然后这样子的 从上一个弧形这样下来 它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弧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弧加上去 那同学就问了 那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线 我应该找哪条啊 你问的很好 你应该找哪条线 又显得干净利落 又能显出体积感呢 你有没有看过地理出 那个地图上面的 那个山栏的那个线 山的山峰 最高的那根线 你就画它那根线 就比如说 这个样子 你就不要有多余的线出现了 你就只画一根 你像它这个排线一样子 你就只只画一根 你就先先画一根 你可以有一些轻微的变化 轻微的变化 像什么 这里突然间转一个弯 这里突然间这个样子 然后呢 下面的奶油呢 咱们肯定不是像这个梯形一样 平平的对不对 它肯定是有一个这样子 很饱满的弧度的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 给它一点点弧度穿过来 给它一点点弧度 这个弧度怎么掌握 这个弧度就穿插到 你们的这些 你们的这些 画的山峰的那个中间 这样穿插一下 你就发现 好像有一点东西 有点形状了 然后上面呢 你们再用那个 断断续续的感觉 断断续续的感觉 连接起来 断断续续续续 一坨奶油就成型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用钢笔 再去把这个的结构 画清晰一点 我再画一遍 我再画一遍 这个清晰一点 首先先画山峰 最高最高的地方 别的线条 先不要有 先不要有 OK 心情的带过 有一点变化 然后这个穿插到 你们一定要学会断线 就是一定一定要 会断 就是断续续续 你没有看到 我断续续续续续续续的 然后咯咯咯咯的 把它连起来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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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有点形状了 对不对 但是还缺一点点细节 这个细节是什么呢 这个细节是 每一个山峰之间的 一些小小的短线 就是你们看起来很乱的线 那我们就可以 沿着这个山峰 给它加一点点 对不对 沿着这个山峰 给它加一点点 这种短线 乱乱的线 让它看起来 会更有体积感一点点 顺着这个弧度去加 不要加太多 我加的量 是一点点的 这占这根线的四分之一 就比如说 这根线这么长 它就只占那么一点点 它这个线稿呢 就已经OK了 然后在上面 顶一颗 小樱桃下来 然后稍微给它再 盖快点到后面 咦 你就发现 这个线稿 我搞定了 我OK了 好吧 如果不会的同学 你们可以到回去再看一遍 或者说把这个图给截下来 因为我不会再去 那什么了 不会再去 有图了 然后到上色 上色怎么办 上色怎么办 教你们一个方法 你们用三种颜色 第一个是冷色 蓝色 我先把它给调出来 首先是这种 这样子的蓝色 你们也可以用类似的颜色 但是呢 你们要调的很淡 这个是我在五竹 上面自己自带的 没有调过 那有一些小伙伴就说 我只有这种常规的盘 那怎么办呀 我都没有那么浅的颜色 OK 这个是不是我们 平时用到的蓝色 对不对 这是我们平时用到的蓝色 那我们就 一整只笔泡到水里面 一整只笔泡到水里面 这个水啊 泡着你的笔 就是这么多水 让它拖起来 那个水珠跟着跑那么多水 就很多水 它就可以调出这种蓝蓝的颜色 又很清透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正常的盘也是有办法的 还有就是粉色 还有就是 第二个颜色是一个粉色 就是这种浅浅浅浅的粉 哎呀 我还是没有这种粉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如果你没有 那就用一个红色 也是像我刚刚一样的 刚刚我不是在那个 沾了一点点颜色的笔尖吗 你整只笔都泡到水里面之后 拿出来 你看 拖动了一个水珠 可以跟着跑了 证明它已经足够了 它画出来就是非常非常淡 非常非常淡的一个粉色 这个是正常的盘里面的 然后黄色 奶黄色 第三个颜色 奶黄色 这个很重要 然后你们上的时候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 黄色有吧 对吧 黄色调一个非常非常浅 调的非常非常浅 多加一点水 这个明度比较高 怎么办呢 哎呀 怎么办呀 这个明度很高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用纸巾 把你的笔给擦干 用纸巾 我演示一遍啊 用纸巾 把你的笔这样子擦干 再去吸它 看到没有 它的明度就没有 它就没有那么高了 主要是多加水 好吗 多加水 OK 选完这三个颜色 有什么用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有明暗交界线的 对不对 就比如说 我把它单独拎出来 一小坨 单独拎出来一小坨 我们可以看图片 看到啊 哪个是阴影部分 我用一个线来表示啊 哎 这个就是明暗交界线 这条线非常非常重要 下面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用冷的 蓝色 上面这个 这条线的里边呢 我们用的是黄色 亮的地方 用的是粉色 你一定要记住 这个点 你一定要记住 这个逻辑 你每次看到亮面的 就是粉色 沿着这根线的 就是黄色 下面的是冷蓝色 你这样子就记就OK了 好 现在我来试一遍啊 现在我来尝试一遍 首先 我不是说过 中间的那条明暗交界线 你们不懂的 你们去看一下素描 去搜索一下明暗交界线 是什么东西 好 我们用蓝色 我们先用蓝 先用黄色 去搞这个明暗交界线 我们这个黄色呢 要先在调色盘里面调好 然后黄色是这个明暗交界线 对不对 我们用的笔 我刚刚说了什么问题 一定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细 非常要小 而且你不能把它一整个给涂完 你留一点点空隙给它 因为它的奶油始终是透明的 白色的 不是透明的是白色的 对 你上了一点点颜色了之后 你会发现 咦 有点断层的感觉 那怎么办 有点断层 不要着急 趁它还没有完全干透 我们可以衔接颜色的时候 用蓝色 先画中间 再画冷 再画最顶上的粉色 蓝色去接它 但是你不要所有都 让两个颜色 所有都混在一块 你看到没 我只是轻微的点了一下 我并没有说 把它全部给和这个黄色连接上了 我并没有 我就是稍微点了一下 对不对 稍微给它 做了一点点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还是有点分层 就是黄色是黄色 蓝色是蓝色 怎么办 我们挑选一两半 给它揉在一起去 我们挑选这半吧 把它揉在一起去 这个比较保证很干 它就 好像有点衔接上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再上最顶层的粉色 因为画白色的东西的时候 它不可能完全是白色的 它肯定会有一些 其他的颜色影响到它的 这个粉色 上在最上面 灯光照到的地方 然后我们也是挑选一两半 跟这个黄色连接上 这个粉色的话呢 你们一定要在调色盘里面 先调好了 再去上 它这样一个 就有点小层次 就有一点小变化的奶油 就出来了 对不对 就出来了 而且你们要注意的一个点是 我已经自动的去留白了 你们要后期留白的话 可能会有点假 所以你们 我一直提醒你们 不要把全部的颜色都衔接上 就是个道理 因为它奶油本身就是白色的 你们只是给它做了一个辅助色 让它的白显得更加有立体感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在前期 就把这部分的白色给留住 重点就是留白 好吗 然后这三个颜色画出来的是 白色的奶油的感觉 那么 怎么处理 我刚刚说暗部 我们用什么颜色 冷蓝 对不对 我们再用冷蓝在这里 点点点点一点点点点 小小的点点 它就有一点层次了 看到没有 它就有层次了 然后这个层次出来了之后 咱们实践一下 咱们再来这边实践一下 这个是我提前画好的一个 我们再来实践一下 回答我先画哪个颜色 对 听不到你们的回答 我自己回答 先画黄色 黄色上在这个部分 留白留白 点点点 不要太多 不要上太多 OK 好了 黄色上完了 上什么颜色 无奖问答 上蓝色 冷蓝 冷蓝是上哪个部分的 是上暗部 那我们就点在下方 挑选一两个 也连接上去 挑选一两个 但是呢 要记住留白 OK 好 搞定了之后 点粉色 粉色是上的哪个部分 肯定上的亮部 对不对 那我们的亮部 就要少一点点 因为它是亮的嘛 那肯定要多保留一点 多保留一点点白色 在上面的 然后这里给它 衔接一点点 它一整个就会很自然了 看到没有 它一整个就会很自然 然后再点一点点蓝色 在最上面的这个部分 有点多 有点多怎么办 不要着急 咱们不是有纸巾吗 咱们吸一吸 咱们吸完笔之后 再吸这个地方 它就会没有那么的假 直接用纸巾吸的话 吸的太多了 一整块都给你糊掉了 就这样慢慢慢慢的来 底层逻辑搞清楚了 你就很好画了 就不会说 真的是无动于衷 就是无中下手 好 然后这个奶油就完成了 对不对 如果说还想看第二种画法的话 我会分成三集去拍 如果想看第二种方法的话 转到下一个视频 你可以在这个视频搜藏 你也可以关注我 毕竟我是让你学到东西的人 关注的不会吃亏 我不要你的钱 好吧 然后就这样子了 拜拜 继续我们上一期的奶油画法 这是第二种画法 这是比较难 比较的难处理的一种 奶油了 好 听课 上一期呢 我们讲到了这个结构 比较明显的 它的结构很明显 它的山峰很明显 对不对 但是这一次呢 它的山峰不明显 它都是一坨坨的 我怎么分那个名案 我怎么分那个名案交界下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我来了 我来了 你们的十二老师 来了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什么形状 一坨 对没错 它就一坨 对吧 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坨坨 一个坨坨 挡住挡住的一个坨坨 下面有一个坨坨 下面一个坨坨 下面还有一个坨坨 它的基础形状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画出来 就是特别好看 没有那么生硬 你看这是第一步 它非常生硬 非常的圆润 圆润到不像是奶油的质感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画这个圆圆的时候 没有用斗线 你们可以观察一下 那个奶油是很平滑的吗 不是 它的这个奶油的边边啊 是有一点这样子 哎 突突的突突的 那我们就要跟着这个线条 就是这样 突突的突突的 这种这样子的一个线 给它 哎呀 有点虚焦 就是这种突突的突突的 突突的线 我再画一次 不知道你们能看清楚 突突突突突突突 为什么老是虚焦 不能虚焦 开个闪光灯拍吧 开个闪光灯 我不知道后期会不会有影响 反正就是这样子的突突的线 那我们看哈 这个明暗交界线怎么分 你们可以找到素描的一个球 哎 算了 不开 不开 有点瞎啊 你们可以找到一个素描的球体 它的这个明暗交界线 是不是在中间 这样一个月亮一样的 我们小白搞不懂这么多道理 哎 我们只知道中间有个月亮 你就认准那个月亮就够了 那个月亮的在哪里 在中间 那我们就把这个月亮 标在中间 看到没有 这个球体的中间 就是它的明暗交界线 它就有一个厚度了 它就很自然的有一个厚度 看到没有 你看明暗交界线不就找出来了吗 你就知道 这三个颜色应该用到哪里 我上一次讲的是三个颜色 三个呃 蓝粉黄 这三个颜色 对不对 那么好 我们用钢笔 再来一次 你们记得截图哈 你们听不懂的记得截图 然后或者说收藏 倒回去听 我不会再放图了 然后 我们要记得用这种斗斗的线 对不对 我们先用斗斗的线 给它先勾一个外壳 哎 先勾一个外壳 先画一层 好吧 先画一层 然后再画第二层 第二层呢 这个大肥老 嗯 勾一点点 哎 好了 我们再把明暗交界线 那个小月亮画出来 那个小月亮在哪 在中间 哎 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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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OK 好 这个小月亮画出来了 还有一点细节哦 为什么别人画出来 就是那么有质感的呢 这细节在哪里 是因为那个奶油 它看起来是不是沙沙的 是不是绵绵的 有一点小点点 我们点一点 不规则小点点 这种小点点呢 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哎 不规则像海绵宝宝身上那种 有大有小有扁有圆有重 这种小点点 像巧克力豆一样的 那我们就随机性的 点两颗 再点两个小的 再暗部 亮部呢 太亮了 它没有那种质感 所以我们通通都是点在暗部 暗部在哪里 暗部在小月牙的下边 这个是暗部 暗部 哎 它瞬间就有质感 对不对 咱们的质感就 哔的大飞声 好 上色 回答我上一节课学的内容 什么 先上黄色 黄色上在哪里 黄色上在明暗交界线 这个的明暗交界线是在中间 那这个球呢 这个球的明暗交界线是哪里 对了 小月亮 小月亮 咱们就把它上在小月亮上 我们可以一整条都涂光吗 不可以 我们一定要把它留一点白色 因为这个是奶油 本来就是白色的 我们给它上一点白色 上一点 留一点白色 OK 白色上完之后上哪里 白色上完之后 我不说 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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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耶 猜对了 有没有猜对的小伙伴 奖励自己 奖励自己 一个大鸡腿 挑选一些连接上 但是这个又不连接 上一节课写的内容 没有看上一节课的宝贝们 去看上一节课好吗 OK 这还有一层呢 不要忘记了 这个小点点咱们可以不管 它这个小点点的存在的意义 就是给我们顶上添花的 然后就到了粉色 pink pink i like pink 最喜欢的颜色就是pink pink pink 发神经一样 对不起 这老是没神经病 一点点 保留大部分的白色在顶上面 因为顶上面的才是 它体现的那个 白色的奶油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不能上太多 不能上太满了 这么一个粉色 有点反光 这样一个质感就出来了 对不对 好我们来实际应用 一定要实际应用 不用的话那脑子就废掉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黄色 黄色上哪里 小月球 老师我没有忘记 小月球 这个就加速了 我不给你们再讲一遍了 我相信你们都学得很快的 不用再 怎么说了 不用再去 啊讲两遍讲三遍讲四遍 不会 你是我带过最差的一件 是不是很熟悉 这句话 上一期学的是这个 粉色 p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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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色它涂的区域是最少的 就是你们 不能多涂 多涂了的话 它就不自然了 OK OK 完成了 就是一个非常自然 非常清新 非常清透 非常 very good的 nice bomb 的奶油 OK 上面还没有 上面还没有 画 上面这个 然后这个教程就结束了 进入第三 第三个 第三种 这种也是结构最难 最复杂的 希望你们能够突破自己 好吗 来到了第三个最难的 结构最复杂 这什么样 不要怕 不要怕 看过前两期视频的 看过前两种画法的 小伙伴们 对这个应该上手不会太难 如果你没有看前两期的 去看 好吗 我们从线稿部分开始讲起 铅笔线稿 铅笔线稿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啊 它非常的崎岖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的山峰 延绵不断 啊 它的山峰非常的长 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去画它 好吧 然后我们开画 我们在前两期视频讲到了 这个山峰我们要画哪里 它的最高的那条 就像那个地理地图 那个山峰那样 好 不废话 它就废话 哎 先画第一层 咱们先不要管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线 咱们先把这个线 哎 我想画一个这样子尖尖的 咱们先把这个最基础的山峰 给它给搞完 啊 最基础的山峰 最基础的山峰搞完了 搞完了 那怎么办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一些别的线了 对不对 别的线怎么搞 别的线 看了第一期的小伙伴就应该知道 画它的 沿着它的山峰 给它一点弧度 但是这个线的长度 不能超过山峰的四分之一 哎 哦 好像有点东西了 好像有点东西了 对不对 再加上一些些小小的细节 比如说给它一个点点啊 或者说是给它一些更短的线 去衬托它的一个体积感 哦 画第二层 我又可以了 画第二层 第二层它的折叠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你们画这个的时候呢 可以画得更夸张 哎 这山峰画完了 画完山峰 给它 带一点 带 啊 啊 啊 然后收尾怎么收 收尾怎么收 连连看呗 连一块呗 对不对 哎 连一块收尾 收尾 啊 这一大坨就完成了 看不懂的倒回去再看 然后我现在要 呃 用钢笔勾线了 钢笔我们再来一次 好吧 咱们再来一次 咱们再再再再试一次啊 首先画什么呢 画它的山峰 你们不要去害怕 就是它的这个 哎呀 我这个画画画画丑了 它不能改了 咋办呀 不能改 不能改呗 对吧 不要去害怕了 哎 先画一层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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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把把头 把把头 然后呢 先 咦 嗯 虚焦了 无语 虚焦了 给你们再凑近一点再看啊 折叠 它的折叠的度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你们可以画的夸张一点点 对不对 然后这个 从这里开始 哎 哎 山峰 山峰 啊 然后画一些线条 画一些线条 但是不能超过它的 不能超过它的三分之一 或者说四分之一 再画点小点点 去让它更有体积感 小点点 这种小点就是 你这样随便 点一下 它就有一种 天生的体积感 对不对 没位置画了 点点看 哎 连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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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 这个把把头就画完了 那么我们上色呢 这个有点难哦 这怎么上呢 明暗交界在哪呢 咱们不用怕 咱们找不到明暗交界 它明暗交界比较复杂 咱们怎么办 咱们就挑选一些 咱们不理那个明暗关系了 行吧 咱们不要了 它的这这么复杂 咱不要了 咱们先 我们不是画了很多长长的辅助线吗 长长的辅助线 你们就可以把它看作一个 它的明暗交界线 它明暗交界线 你就这样子去上 那个黄色 OK 黄色上出来了 还不简单 黄色上出来了 黄色的下面是什么 黄色的下面是蓝色 黄色下面是蓝色 去画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在下面 下面下面下面 OK 你们还是记不住的话 你们在这里截图 你们在这里截图 你们就按照我的这个颜色的分布去画 这样你们就不会不会了 然后在最顶端的是什么 最顶端的是粉色 粉色的范围呢 也是需要最小的 最小的 给它多留一点白色的区域 因为它毕竟是白色的奶油 这不就好了吗 这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这不就好了吗 实际运用一遍 实际实际运用 实际运用一遍吧 实际就运用一遍吧 就不再说了 就直接就开话了 不说那么多了 不然的话 视频就会很长 辅助线辅助线辅助线 OK 蓝色 然后这里有一个 OK 然后再来一个 粉粉粉 OK 好了 画完了 是不是很简单 超级不仅简单 那个内容 教学的内容 就全部完成了 全部OK了 全部完成了 然后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对你们来说 有帮助 这两个部分呢 我会单独拍下来 放到我的评论区里面 学习你们自己 好吧 好 这期课就到这里了 拜拜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好 这期典 所以 我会的 所以 我会是 最近 为了